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车见车爆胎的佛系博主珊珊 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呢 是美国传销的那些事 还没有点赞关注珊珊的朋友呢 记得点赞关注以致鼓励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美国的这个传销 那传销在美国不叫传销叫直销 那都是合法的没有非法的 不像中国 中国市好像是传到二级以上 那是属于非法的 二级以下都还算是正常啊 可是在美国呢都是合法的 那大家所熟知的这些所有的 很多保健品品牌呀 全部都是靠这种直销为主啊 那你刚来美国啊 你都知道啊 很稍不注意 你就掉到这个传销的这个坑里边了啊 你这个去趟教会 或者是朋友说 哪哪哪有个party 走我们去参加一下 哎好 就很容易就掉到这个坑里边去啊 包括我也是 我都听过好多 什么美安啊 劫师了 还有什么各种 这个还有什么叫不出名之名的那个保健品公司啊 那包括我今年二月份我回来的时候 还有两个朋友给我拉去听那个什么 以色列的那个死海灭膜 那个什么传销啊 这个所以说你来美国不管什么时候 你稍不注意你就会掉到这个传销这个朋友的这个坑里边啊 所以这是防不正防啊 这个避无可避的这个东西 那你要问我说传销到底这事好不好呢 这个东西还真不好说啊 我不是说过吗 我前我有个朋友啊 前几年那个时候 他就去做劫师的这个传销 然后就拉着我们去帮他凑那个那个那个名额啊 然后就是当时拉着我们去说是朋友帮个忙 也不让你们买产品啊 你就依然交19块还是29块啊 然后呢就帮我这个买个名额啊 占个什么位置在那个地方啊 然后我们碍于这个朋友的面子 然后我们都帮忙了啊 就依然花了19还29的 记不得了当时解释是入会的那个标准啊 然后我心里在想他妈的没救了 我靠搞传销去了啊 太low了 然后人家真的是这个勤勤恳恳好几年 真的就很努力的在做这个劫师的这个推广啊 结果现在每一年人家现在什么都不用干了 公司全卖了啊 然后呢这个啥都不用干 两口子天天就全世界到处旅游 躺在床上数钱 耕耘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啊 人家每一年像有一呃 前两年我看他的那个税表啊 报税的那个单子 人家每一年收入都是上百万美金啊 所以说你如果说传销好的话呢 你要做到那个金字塔啊 金字塔上边的那那一个部分 那一群人那你就是能赚到钱的 下边的那些呢全是炮灰都是韭菜 所以说这个传销也是你做的好你就能赚钱 做的不好你就肯定是一个炮灰一个韭菜啊 所以我现在深深的体会了马云大大说过的一句话说 想当年你呃对我爱搭不理 今天老娘就让你高攀不起啊 所以30年河东30年河西人生就是这样的啊 如今我们也只能看人家的这个这个每年的这个报表啊 哀声叹气羡慕嫉妒恨都没有用 所以在美国呢 他不靠关系也不靠家庭背景 也不不拼家事不拼爹啊 也不不拼你的这个家族不拼这个势力不拼钱 就拼你自己勤勤恳恳 你也能在美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所以说360行行出状元啊 所以嗯勤勤恳恳的在美国耕耘几年 不管你做啥我觉得都应该是会做好 像我这个人呢就不太适合去做传销啊 然后那个因为我这个人把有点爱面子 然后有点自命清高自命不凡的那种啊 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啊 我有时候我每天我都也在反省我自己啊 就是我像我今年2月份 我不是从中国回来美国吗 然后我有两个朋友就拉着我去 做那个就是死海面膜啊 然后跟我讲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然后但是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公司啊 都是做从中国来美国移民啊 留学啊旅游啊这一类型的业务啊 我的客户资源都是大陆的 我在美国当地的这个资源啊并不好 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太适合做直销的 然后我我是拉不下那个你来去求爹爹告来来的去富有朋友啊 亲戚啊啊你入个会吧 给我买个名额还什么什么的啊 你然后去忽悠人家说你做了这个以后做的好 你就躺床上数钱每年能赚三百万美金 我是真的说不出这种话啊 我这人呢就是 就是自己也没什么本事 但是呢 还假还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这种啊 所以我是不太适合做这个 所以我就发现了赚钱啊 真的就是得拉下脸来啊 就得不要脸不要脸你才能赚到钱 像我这种啊脸皮太薄的人就不适合啊 我觉得这个是自尊自存的一个这个真理啊 所以我你看今天我又告大家一条真理啊 所以你说你还不点赞关注啊 这就太伤我的心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传销的话呢 还是要看情况 我觉得新移民啊 这个没有什么朋友基础啊 或者什么的 还是比较难的 然后还有 我记得十年前的话 我做代购的时候啊 我是洛安基最早做代购的啊 然后呢 这个 当时就卖那个安利啊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就帮人家买那个安利的保健品回去嘛 然后安利那个时候抓的还特别严 然后说什么美国的产品不能卖向中国 因为他们中国有厂 中国的产品和美国的产品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 含量都是不一样的 美国的成分肯定是要比国内产的那个要好一点嘛 肯定他不会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国内的客户啊 都让我们从中国给他寄回去 然后我们在这个美国的话呢 就会被被抓 被安利抓抓了以后 他就不会把货卖给我们啊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 安利怎么做的这么牛逼啊 这个传销也做成做到这个样子也真是不容易啊 然后后来就出来一个美安跟他抢贪啊 然后呢 这个也是把我们拉去听啊 说美安的产品比安利好 什么什么的 后来马不丁的又出来一个结石 什么白丽卢醇啊 什么什么的 那我这当然 他们的产品好不好 哦 我很多 我基本上没有怎么用过啊 我用过什么安利的牙膏啊 也没他们吹的那种神乎其神的 然后 用过安利的蛋白粉 给我爸妈什么的 然后 美安的话 我是今年 看我一个朋友在卖美安的东西啊 然后我 我买过他一个那个什么平泰秀 那个 那个 就是 护肤的 然后 说什么台湾女人 女人你最大里边推荐 说他这个 抗咒效果特别好 什么什么的 我也没觉得他有多好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这些产品的好坏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啊 然后我 这个还用过 我 但我用的都别的品牌啊 然后 像我 我也在吃 每天也在吃那个保健品啊 我就觉得 还是 这年头还是保健比 这个治疗重要啊 你看美国的保险那么贵 中国那个医疗费更贵啊 所以 我虽然是不相信 我虽然不去做 这个传销 但是我 我自己本身还是会买一些保健品 这些东西来吃啊 来试试啊 所以像如果大家 不要纠结在传销和不传销的这个情况下 买点产品吃还是不错的啊 哦 哦 对对对 还有一个产品叫什么 前几年也是很火 说加入什么美国药碟什么的 我 我有一个朋友吃了 说效果挺好的 妈呀 但我就觉得美国的保健品很神奇啊 特别大料 感觉 吞了都得卡上 在那边啊 我都不知道这些药厂是怎么想的啊 说多了 搞得我在推荐保健品一样啊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然后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还没有点赞关注珊珊的小伙伴呢 记得点赞